聊天商中我有看到这个网友吴钊仪有说 高官爽领高薪 那么基层呢 有谁关心他们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总统蔡英文在今天有到了屏东去 去了之后呢 她说有三点指示 第一点要帮忙殉职投人家属 第二点伤者医疗后续照护 第三点持续追查原因 但是呢 现场有消防员高喊说要组工会 大家都想问 她的三点指示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吗 这样对了消防员要高喊组工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各方的看法是如何 赖清德竞选办公室说 持续沟通要取得最大的公式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 柯文哲直接呛了 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 你讲一句话就好好不好 侯友宜呢 则是率先捐出了20万 她说持续支持 竞销同仁争取权益 不能够再让弟兄白白牺牲 我继续再请立将军来做补充 我跟你讲 有机动人是不能组工会的啦 第一个是我们军人啦 你有没有听说过军人组工会 全是有没有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 警察不能组工会嘛 因为我们自然来讲 希望能够持续维持下去 其实我不贊成消防人员组工会啦 因为如果说你罢工的话 那我们的安全置于何地 我觉得重点不是在组不组工会 而是你要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照顾 这些这个打火弟兄 权益跟保障 权益的保障 就是你怎么照顾他 他们是被当作围牢的一群 就60岁就要退休了 那被强迫退休 那你怎么去照顾他之后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比他 从于他们组工会来讲 我平常讲要重要了 还有一种不能组工会 就是老师 以前老师好像也不能组工会 因为教育来讲不能停止 那是百人数人的大计 那台湾来讲一个很好 从以前开始 就很好一个秩序 那时候我们自己从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军人没有组工会的权益 我们就是为国家牺牲奉献 那打火弟兄也是这个样子 他今天为国家奉献那么多 那你今天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说取喜疑心 这个故事我想 要取毒喜心 就是说有一个富翁 对不对 他盖了一栋新房子 然后他那个烟囱旁边堆了木材 就有一个人去跟他讲 有个消防员去跟他讲 你这样的话烟囱冒出来 火星会引起火灾 很危险 建议他把这个木头搬走 这个烟囱改到别的位置去 厨房改到别的位置 他不听就果然火灾烧掉 然后烧掉以后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消防员 之前讲的话 可是那消防员在 大家帮忙灭火的时候 那富翁请大家吃饭的时候 没有请那个消防员 因为他没有帮忙救火 但后来就有人告诉他 其实最重要是那个人 他提供你这些经验 现在这个很明显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来照顾这些消防员 然后来加强他的人力 就是现在很明显 就每次重大的 我看每次重大的火灾 这个消防员重大伤黄 都是在那种铁皮屋的工厂会发生 然后如果说一般家庭火灾的话 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几次重大消防员殉职的 大部分都是那种火厂 大部分都是在那种工厂 那你怎么样来 就是说做事前的检查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那做事前检查 第一个你要提供给消防人员 足够的人力 给他编足够的预算 足够的补助 让他们去做事前检查 也要尊重这些人的专业知识 然后譬如说这次很明显 就是到底这粉丝还是有观化物 如果说事前有消防员 去给他们做专业辅导检查 或甚至于不合格开罚的话 应该不会酿成那么大的悲剧 所以我觉得说 与其说蔡英文讲这三点 还不如说增加消防 这个打火弟兄的一些 人事上编制的预算 增加人员 增加他检查装备 然后请他们去做专业的辅导 对这些重大的工厂 实施专业辅导 这才是说以后避免重大火灾 或避免重大伤亡的一个 正本心源之道 好 其实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这个蔡英文有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说 几年之内要补足消防的人力嘛 但是大家又想问说 明年之后总统都要换人了 那为什么这几年 你执政这几年 这件事情都没有做呢 另外还有个部分 也被大家发现说 预算的编列 其实根本就不够 从2016到2019年 消防设备的更新 四年编了2.8亿 算一算一年的预算 只有7千万 谢寒冰就有执疑了 数发布每天都在喊认知作战 什么事情感觉都没有做 但是您知道吗 已经花了200多亿了 这个部分我想问一下亮哥 这个 其实消防的预算主要在地方啦 可是消防署的预算也非常少 消防署的预算 我查了一下 一年大概29亿多 那这个 你那个一般行政支付 就扣掉9亿嘛 只有20亿 那他主要是负责中央的 我刚刚又去查了一下台北市消防局的预算 那全年 台北市已经算最有钱了 他年度的预算有1700亿嘛 那他的消防 消防局的预算一年35亿 那我去查了一下 一般行政支出就27亿 就包括人事费啦 还有行政的一些必要的支出啦 那他的设备支出不到1亿 设备支出只有9000万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如果没有用中央来编一个大的预算啊 坦白讲都没有解啦 这个包括人事的增加啦 比如说屏东 屏东他1320个县民只有一个消防员嘛 就是1比1320嘛 你用这个比例去算嘛 那这个纽约市 纽约市是 纽约市也很大 他是1比500 所以你就知道他用多少钱在聘人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聘人就会增加很多预算 那第二个就是消防设备 就为什么会有消防员走上街头啦 说他们要组工会啦 我觉得他们就是发现 只要有兄弟受伤啦 那后续的权益问题都没有保障嘛 所以坦白讲 他们只看到那个面啦 因为坦白说啊 你说要增加消防设备的预算 这个你主工会也没有用啊 因为消防局就跟你讲 我们有钱啦 对不对 那要增加人事编制 这也不是他们能够决定啦 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希望 能够对万一出现事情 可以有一些权益保障啊 坦白讲就是一个很卑微的诉求 所以我看到柯文哲去呼应这个诉求 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解决 根本问题啦 根本问题我觉得现在就要问啦 比如说 不管是哪个候选人啦 比如说那个都要回答啦 那请问你人事的编制 你四年内可以增加多少 你要拿出多少钱嘛 不然你第一年告诉我 你第一年要增加多少人 因为刚刚有一个人去查一个资料啊 因为小英也提过这种证件 她说她要增加3000个编制 那结果有人去查了一下 说算来算去到现在只有1600人 你已经做七年多了耶 到现在还是跳票啊 对不对 那消防设备这个就是相对 比如说 刚刚那个寒冰举了个例子嘛 就是你要不要花在这里的问题嘛 认知作战就花了 200多亿 那钱阵盖个 那个 鱼码头啦 鱼人码头就花了80亿 对不对 那你去看那个消防设备 讲更新啊 要跟上不要落伍啦 这个不知道讲多久啦 对 这个不是只有消防员这样啦 我跟你讲啊 警察也是这样 因为我就认识一些警察 连那个防弹背心都是自己买的 因为政府买的都很厚啊 那穿起来很热啊 行动又不方便 他宁可自己花钱 去买个比较薄的 那坦白说啦 你的配枪啊 也没有歹徒这么好的枪啊 你的车也没有歹徒开得快啦 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这些执政的高官们啊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警察啦 消防人员在执勤上的辛苦 警消人少啊 就是没有你也没有抗议权啦 你不能够抗议啊 你不能罢工啊 所以你不可能上街头去抗议嘛 或者弄成一个运动嘛 因为你是公务员嘛 这个丽将军我想也很清楚啊 就好比那个年金改革的时候 军人就是不能讲话 就有点类似这样嘛 那可是你要保家卫国 你要给军人一定的待遇嘛 一定的设备嘛 这是一样的嘛 所以我觉得 这次就凸显出这个问题啦 就是这个真的如果 这个作为总统候选人啊 侯友宜啦或柯文哲啦 因为民进党你大概不用期待了 他已经做七年多了 对不对 你就要真的提出 你要编多少钱啊 来增加人事 然后来增加他的设备啦 这样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证件 好当然发生这个悲剧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不过呢发生之后 希望后续真的 能够有一些改进的作为 当然其实这个各党各派的总统候选 都应该要加加油 不过说到这个总统大选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 侯友已经从美国回来了 那紧接着呢 这个柯文哲 他又要启程到美西 不过现在的话 大家都在问说 蓝白河做 到底有没有一些进度呢 我们来看到 现在有人说 蓝白河露出了曙光 这个是美丽岛电子报 公布的这个最新民调 6月份跟9月份 民调数字有一些消涨 我们来看到柯侯配的部分 这个民调赢了賴蕭配 那同时呢也被发现说 赖清德他的民调数字 也有不断的下降 因此呢 吴子佳董事长 他的分析是 这就证明 蓝白河的理论是正确的 柯侯配可以赢賴蕭配 蓝白河会赢民进党 1.7个百分点 另外呢 他说赖清德的民调数字呢 受到了进口蛋的风暴 现在已经下降了6.5%了 同时我们接下来看到 侯友宜访问美国回到台湾之后 他的这个支持声量真的是有上涨 因为呢这个是中时新闻网 所做的网路最新民调 认为说侯友宜的表现很不错 有助于提升他的民调 当然现在侯友宜 他已经开始新北市的市长职务 已经开始请假了 全新来拼大选 他的这个市长职务 由副市长来做代理 另外一方面 刚刚有告诉大家 柯文哲已经确定 要二度访问美国了 10月1号 就要到美西去 这一回要启动的是 产业之旅 针对这个蓝白河的问题 我继续想要请董哥来帮我们看一下 柯文哲紧接着又要到美国去了 那蓝白到底什么时候谈合作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美利老民调 大概这一个多月 做大概都是 活友宜赢柯文哲 当然赢了不太多 大概都2% 3% 或1%左右 有人说呈现一个麻花 对 就是小赢 那先前其实大概持续两个多月 柯文哲一直赢活友宜 最早把侯友宜第一次做民调变第三 也是美利老电子报的民调 那这个说明一个怎么样的现象 表示说 其实侯友宜有稳定在轻缓的 慢慢的在上升 对柯文哲来讲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认为说 他必须再去美国一趟 就是说如果美国那一边 僑胞的一些反应 美国政府的一些态度 搞不好他可以再押购侯友宜 那今天的民调最 跟过去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在于他说 如果是科政侯富的话 是赢赖清德 43.2比41.5 对不对 那如果是侯科配 就小苏赖清德 等于说41.8比43.4 大概大致上这样 所以就说对很希望 下架民进党的非力联盟来讲 那如果这样的数据 应该是让科政侯富啊 胜算才大 但是其实不应该这样解读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就说 他这个都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那侯科或者科侯 他们并没有正式宣布 那柯文哲现在做的努力 是希望说 下来以后我民调要 稳稳压制佛友宜 这样我 取得正才有正当性嘛 他现在做的是这样的努力 但是其实我觉得 当然现在 活可两个各自去冲刺 你把自己的饼做大 到时候再来看怎么样和 可是这表示什么 表示国民党阵营跟民众党阵营都认为 我们一定要和才有机会打败赖清德 这个心态是没有变的 那如果以现在台湾的局势来讲的话 你如果把它看下去 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况 即使柯文哲跟侯友宜 两个合起来打败赖清德 其实台湾民众佬在立法院是没办法运作的 就是他没办法运作 那如果柯文哲是政 侯友宜是负的话 他们在立法院几乎就没办法过半 因为柯文哲没办法去带动国民党的险情 那如果侯友宜是政 柯文哲是负的话 就是他们这个组合在立法院 机会非常大是过半数 我分析给各位听嘛 现在立法院的席次是 国民党有38席 柯文哲有5席 那在立法院要过半要57席 国民党在部分期里面拿下13席 民进党也拿下13席 柯文哲5席 时代力量3席 这是部分期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政治现实 就柯文哲如果当总统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席次没办法够办的理由在哪里 在于说他没办法去帮国民党那些人浮现 有限就是有限 你帮国民党那些人浮现有限 那国民党再怎么差 他最差2016跟2020年 民进党都够办 可是国民党的部分期 上次是12这次是13 表示他在政党票里面 他有很大的能量 那柯文哲在被人家问到说 即使你这次选举的话 你认为你有多少席次的立法委员席次 柯文哲讲8席 那我们把它算 你再怎么厉害10席好了 你10席的话 国民党跟民党 各拿12席 总共34嘛 那如果以现在的集市去充的话 就是侯友宜是政柯文哲是富的话 国民党现在38席 要充成48或50席不然 加上柯文哲的8席或者10席的话 你才有办法够班 一个政府才有办法运作 那现在全世界 很多的国家 包括泰国最近才想完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肌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中文字幕提供 含文字幕提供 着家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